这几天不断有朋友发消息给我 希望我来聊一聊刚刚不久在欧洲的一个小牌发生的一个简陋案例 分析一下简陋是否成功 其实我知道在过往的2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 有不少古董商古玩行家都喜欢去欧洲的小牌简陋 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当然失败的也很多 今天我们来剖析一下最近这个案例 看一看得失常败 法国巴黎时间2月12日 一家位于塞纳河边的小牌公司Oxel 举办的中国和日本艺术拍卖会的封面作品 青乾隆青花 又里红缠织连纹 高度为34.5公分 以15000欧元起拍 经过152口叫价 终以32.2万欧元落锤 加上不含税24%的拍卖佣金 总价为399280欧元 大约是300万人民币 我首先声明一下 以上的拍卖成交记录是根据现场的实况了解到的 由于拍卖刚刚结束 后续付款的情况并不在我的掌握当中 如果出现新的变化与我所掌握的资料发生冲突 请大家多多包涵 拍卖前就有朋友 发微信咨询过这件拍品是否开门 多少钱可以购买 并发来很多细图 细看整体的造型 青花和又里红的发色 唇口的工艺和底座的工艺 以及款式的写法 我个人感觉呢 是开门货 典型的乾隆 青花和又里红的颜色呢 也烧得不错 法国呢是一个经常出生活的地方 而且呢 品种非常丰富 瓷器啊 字画啊 古籍扇本呢 青铜器呢 以及其他的杂项 一应俱全 因此呢 长期以来呢 法国这里呢 就是一个古玩商人的 古玩行家呢 日落中的简陋理想之地 但是现在呢 网络归发达 信息非常流畅 呃 带来了很多方便 同时呢 也基本堵死了 简陋的机会 因为简陋呢 不止靠眼力 信息的时间差 也是很关键的要素之一 现在呢 这个时间差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呢 很多眼力非常好的行家呢 也是越来越觉得简陋不易 法国小派的这件 乾隆青花又立红 缠着两文眉平 一眼望去呢 非常养眼 用几个形容词呢 可以说是 造型挺拔 雍容华贵 秀气逼人 右面看上去很凝润 青花发色 富有层次 深沉而不漂浮 又立红子比较淡雅 在比较深邃的青花衬托之下 醒目突出 但非常可惜 在它的腹部 有一条很长的蚊 大约有25公分左右 瓷器上如果有蚊是 很要命的 因为蚊和冲完全不同 虽然表面看起来 有点类似 冲一般是在右的表面 通常是自然形成 但蚊 是瓷器在遭受剧烈 磕碰之后 所产生的 由外到内的裂纹 可以说属于硬伤 过去有人常说呢 瓷器有毛 不值分毫 这个说法一点夸张 而且显得比较外行 但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瓷器有问 就要慎重考虑 仔细研究问的 位置及长度 就像建筑 你要看清楚 是否有结构上的伤害 不管怎么说 有问的瓷器 一定会对价格产生 严重影响 因此 购买有问的瓷器 它的原则就是 轻拿 所谓轻拿就是 力求价格最低 梅瓷这个品种 也是收藏 且很受追捧的 气形之一 它的小口 封肩 收腹的造型 类似于 亭亭玉丽的美女 自古之间 很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 民国许志恒 所传的 《引流哉说辞》里面 有一个文学性的定义 口径之小 即与梅之兽骨相称 顾名梅瓷也 梅瓷最早 可尚说到唐代 在唐代 梅瓷也称之为 鸡腿瓷 到了宋元时期 梅瓷有时被称为 金瓷 有时被称为 酒瓷 到明清以后 基本演变为花器 特别是明代晚期 资本主义开始 萌芽 工商业很发达 文人默克和 世身富豪 讲究排唱 生活奢靡 对所谓 一枝花器的雅致 情有独钟 梅瓷自然成为首选 另外 梅瓷也具有 很好的象征意义 比如 一言二有信 守口如瓶 平平安安 财源广进 青花鸡腿瓷 青花鸡腿红是很名贵的品种 鸡腿红本身也是高温铜红柚 和青花铜属柚下材 青花鸡腿红就是分别用孤料和氧化铜 作为灼色剂 在瓷器上绘制图完后 上一层透明柚 再入窑 在还原厌气氛之下一次烧成 使铜和柚在柚下呈现红蓝两色 互相映衬 其难点在于 氧化铜在高温下特别活跃 容易挥发 而孤蓝橙色的温度呢 要达到1280度到1300度 因此要同时保持青花和鸡腿红二种 发色俱佳 并且相辅相成 对窑内气氛的要求极为严格 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所以烧制青花鸡腿红 自始至终的每一道工序 都要一丝不苟 烧有偏差 前功尽弃 所谓食窑久不成 和其他品种相比 青花鸡腿红相对传适要少许多 原因记载于此 约绿红在元代开始出现 但一直到明代红武皇帝之前 烧造的约绿红颜色普遍灰暗 一直到明代用宣示器呢 烧制出鲜红如宝石的红色 缔造了高温铜红柚瓷系的第一个高峰 但在宣得以后 高温铜红柚技术呢 不但没有进一步 发扬光大 由于社会动荡 育药厂稍稍停停等等原因 这项技术呢 不信反退 甚至失传 以至于在加近二年 宫廷烧造机器的时候 在无法烧制出合格高温铜红柚产品的窘境之下 迫不得已 令江西烧造瓷器 内鲜红改为深反红 这个记载在大明会典 第201卷 反红和高温铜红柚 反红和高温铜红不可同日而语 反红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铁红 它属于低温柚上彩 好处是反红发色比较稳定 受窑内气氛影响也不大 容易烧造 成品率比较高 坏处呢 就是反红彩的鲜艳度 光泽度 以及柚子都和高温铜红柚 有量级的差别 更要命的是 由于柚上低温彩 因此极易波落 高温铜红柚的第二高峰的出现呢 一直要等到清朝康熙大帝的时期 有学者认为呢 高温铜红柚在清代顺治时期 已经有烧制 但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 康熙地在平溪三藩之乱 清代社会进入和平发展之后 几乎失传的高温铜红柚技术呢 被重新捡了起来 高温铜红柚再次烧制成功 以铜红柚色作颜料绘制图案 并与青花交相辉映的青花柚里红 也再次重获新生 到雍正时期 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 以往很难控制的青花柚里红的成色 逐渐得以驾驭 烧制品质得以控制 所绘制的图案线条 在烧制后能够保持清晰不晕散 青花和玉柚红的颜色 也能够达到相得益彰的长度 在乾隆时期 更有许多青花玉柚红的产品的作品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法国这件作品大约是 乾隆早中晚什么时期烧造的呢 要做这个判断其实不是很难 首先乾隆不同时期的作品质量 它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 乾隆早期因为有清代成就最高的 都陶官唐英的监督管控 此期的品质和中晚期相比 要高出一大截 另外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呢 就是通过乾隆不同时期 款制的书写风格来判断 这件青花玉柚红的款制写法 很明显是乾隆早期 特别是钱字的用笔 更是一目了然 类似的款制在各地博物馆的产品中 很容易找到 毫无疑问 本件作品该是乾隆早期的成功案例 艺术风格上属于仿古之作 青花的点诗画法 是为了模仿永轩青花 苏玛黎清料的西班现象 造型上是船口外撇 短静 封肩 古腹 收腰 圈足 虽然很有乾隆自己的特色 但和明代的传承关系呢 也很明显 同类器物在梁安故宫等地呢 也有收藏 北京故宫就有一件 极为类似的青花又丽红梅瓶 它的高度为35.5公分 口径是7.5公分 圈足13公分 文饰也是用又丽红描绘花朵 青花绘制芝麻和忍东文 但在整体的布局上略有差别 故宫的底部交液占比多一些 并有三道悬文与缠着连区隔 而法国这件只有两道悬文 另外法国这件在肩部有三道悬文 而故宫那件呢 看不到悬文 但总体而言 北京故宫的藏品和法国的拍品 算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问题是 以300万人民币的价钱 买这件乾隆 青花又里红 缠着连纹梅瓶 简陋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遵循 艺术品市场的基本原则 即艺术品无横价 标准是随行就市 其价格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 其动力或者阻力 都来自于艺术品市场的本身 因此呢我们要以以往成交的记录 作为依据 外加目前市场的行情 以及本件作品的发色 品项 传承记录等等要素 来做综合的判断 看是否是一个实实在在 简陋成功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件 世界主要拍卖公司 类似拍品的记录 首先来看一件 曾经多次出现拍场 最终从海外回流中国的藏品 这件乾隆梅瓶是全品项 高度比法国那件高两公分 为36.5公分 青花和又里红的发色 俱佳 从款制写法看的 和法国小拍这件 有明显的区别 时间上应该是 应该同属乾隆早期 但可能要比法国这件 年份略晚 这件藏品首次上拍 是在1999年6月16日的 伦敦斯福比 拍品号为801号 但具体的估价和成交记录 不详 1999年之前的来源 也不清楚 2011年5月9日 在伦敦加斯德再次上拍 拍品号是276号 估价是35万到45万英镑 联余金 成交价是60万1250英镑 我查了一下 2011年的一英镑 大约等于9.7人民币 因此呢 大概只和当时 580多万人民币 2011年的580万人民币 如果放到今天 购买力还剩多少 大家应该心中有数 买家据说是中国大陆的 因此呢 这件藏品极可能 从2011年起就回流中国了 到了2017年 还是这件藏品 以估价带寻的形式 再次上拍 不过 这次是在国内厦门的 保利2017年春季拍卖会 拍品号是0925 当时拍卖的落锤价 是1400万人民币 年佣金的总成交是 1610万人民币 当时许多人认为 成交的不错 但如果考虑 2011年以来的通胀因素 保利的成交记录 大概也是刚刚保利而已 不过保利在2021年 还上拍过另外一件 和法国之间 更为类似的媒品 是在保利 北京保利 2021年的春季拍卖会的 与共专场 拍品号是5115号 高度比法国之间略高 为35.4公分 这件青花和玉莉红的发色 都非常好 品项完整 它的款式写法 和法国小拍之间 如出一卓 貌似同一人所写 这件拍品的来源也很不错 原为胡博尔家族于 19世纪40年代 在瑞士购买 会由著名的收藏家 兼国际当代艺术品的经纪人 策展人 提埃尔胡博尔继承 它在2021年之前 从未在市场上出现过 是被收藏家青睐的 生货 当时的估价是 1500万到2500万人民币 在拍卖的现场 此标从1300万开始起拍 经过激烈的争夺 2600万落锤 还用金为2990万 总成交 这个成交记录非常可靠 因为我知道 买家是国内 加区亚籍的会员 最后再讲一件 是2000年的4月30日 香港加时德的 皇家圆明园专场拍卖 拍品号是527号 这件美品和法国小拍摄舰 也非常接近 仅仅是尺寸略高半公分 为35公分 品相保存状况很好 传承的也非常清楚 原为法国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的著名 收藏家 伊德沃哈纳的产品 伊德沃哈纳在1913年 去世之前 曾经做过法国荣誉军团团员 官员 以及法国国家博物馆协会的 副会长 同时也是法国美术家协会的 会员 伊德沃哈纳的产品 许多我们今天 在法国的卢浮宫 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样世界的著名收藏机构 还都可以看到 这件产品当时的估价是70到90万港币 最后以312万5千港币成交 大家知道 2000年是中国大陆买家陆续进入国际拍场的时间点 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品价格呢 还在起步阶段 我之所以选取上三件来比较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品项来源都很好 另外呢 时间上从中国大陆刚刚开始入市的2000年 以及2008年在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释出4万亿刺激经济 造成2011年艺术品市场大繁荣 价格触顶 以及最近的2017年2021年的比较新的成交记录 同为以上几件相同作品的拍卖记录的比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法国小拍这件拍品 从整体上来看 它的造型发色胎右都还不错 但明显严重的不足就是品项 另外呢 也没有明确的传承记录 目前为止呢 也没有看到它的出版注录 我知道很多藏家对动物者讲传承很不感冒 认为只要东西真传承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始终认为呢 一个器物的传承是非常重要 非常值得考虑的因素 因为我们收藏的不只是一件孤立的藏品 收藏的真意呢 还在于收藏的是一段历史 以及搞清楚这件藏品和它所出的那段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果是两件相同的藏品 一件带着沧桑的历史 另外一件呢 是被历史遗忘的孤家寡人 我认为第一件的价值呢 要高于第二件 如果在拍场 遇到这样的藏品 自然应该付出的 多一些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考虑目前市场情况 毋庸毁言 现在疫情刚过 许多行业元气大伤 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还是未知之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保守一些是没错的 综合以上因素 我个人感觉呢 30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这件条件并不是很好的藏品 略微贵了一点 目前看似乎不算简陋 但是如果藏家近期不准备出售 能够长期持有 考虑一期中的货币贬值等因素 这件藏品呢 终将脱颖而出 名利双收